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友和區竹林路新開的 涼色和排骨 這是這間電池麵的樣子 它就在竹林路上 新開的 它今天買還有送飲料 一樣是以外帶為主 請問從哪裡拍 這邊燒了一下 好 謝謝 這邊就有梁星社的介紹 更正梁瑟翰 你好 排骨給我6片 你要什麼嗎 我要一個控肉飯 一個控肉飯 然後一個椒鹽麵 然後一個椒鹽飯 然後還要一個炸雞腿便當 都要加鴨蛋 然後加一份燙青菜 便當都加鴨蛋嗎 對 麵不用嗎 都加 那想要拳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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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青菜有什麼青菜嗎 地瓜葉 喔好 那地瓜葉一份 那430喔 430好 隨便買又430 來你的430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這家店就是新開的 那我等一下來拿 那在這個菜市場口 有一位賣蛋餅的攤位 那我們就來買買看 那這邊就有寫 他要退休了 到5月31號 因為這邊市場口 所以會交通非常的繁忙 那在永和人 有播這一攤的新聞 阿姨您好 您在這邊賣很久了嗎 嗯 39年 39年 要退休不要再賣了 對對對 沒有想說再做嗎 沒有了 沒有了 哇 辛苦了 據說您是這邊有很多 學生放學的回憶耶 對 從小學直到現在 他說 蛤你還在賣喔 對啊 如果有人接手是最好 對對 對啊 這樣 好那我就 紅豆餅 蘿蔔餅 韭菜盒 跟蔥油餅 這一個好了 對對對 全部都吃一遍 你有拍照 上新聞喔 沒有啦 不是上新聞 就介紹吃的而已 這樣 就是拍做一個紀念 這樣 我以為會上新聞 我會怕怕上新聞 喔 不是新聞 不是不是 對 你偷偷給要不要切 要不要切一些 喔 好啊 阿姨妳辛苦了 給妳介紹一下這樣 喔 辛苦了 謝謝 那營業時間是幾點到幾點啊 平常是說三點半到七點半 這樣 三點半到七點半 這幾天被這比較晚 因為很多人都想要來吃啊 好 這樣總共多少 七十 總共七十嗎 好便宜啊 好那又拍一下 那辣椒啊 這些就自己加 好 七十 謝謝 阿姨辛苦了喔 嘿 到三十一號啦 好 所以想要吃的朋友 還可以再來買喔 還有還剩幾天的時間 剩兩天 今天就剩兩天 剩兩天 哈哈 好 掰掰 阿姨辛苦了喔 明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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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趁現在趕快再拍一下喔 那最後的時刻了啊 大家各位朋友把握一下 到三十一號 好 那就帶田接警了 那剩十秒就過馬路 然後這邊就是 永和很有名的國父紀念館 好 那剛剛我拍的那個 涼色和排骨 就在這寫對面 好 那 前我的好了嗎 有 還沒還沒 你的品項比較多 好 那這邊就有寫 他們是 永和竹林店 好 那內用虛 雖然不能內用 但是還拍一下 那這個就有 這個涼色和排骨的介紹 好 那這樣就好了 好 那現在就回來了 那就開箱我自己的 控肉飯 剛好他們都不在了 新開的便當店 事實上他在台北市已經有很多分店了 好 這個鴨蛋是另外購買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 感覺 控肉好像顏色有點淡 然後也偏肥 哈哈 肥 肥肥肥肥肥肥了 好現在就吃吃看 嗯 他如果能夠瘦一點會更好 因為 瘦肉的這個 肉的肉汁的味道比較不夠 脂肪味比較重 這個還是有一定的比例啊 如果都過肥的話 就是 感受不出那個 控肉的香氣啊 就只有油脂 滿嘴都是油脂香啊 可能是因為生意太好了 所以 這個稍微沒有滷入味啊 因為畫面上就看得出來 好 因為我都是說實話 那店家就請見諒一下啊 就是我都是我個人感受了 也許下次滷的更入味一點會更美味 好 但是店家都還蠻客氣的喔 好 滷蛋我另外品好了 因為滷蛋是另外花錢的 好香味喔 好香菜 好香菜 它還蠻好吃的 它有炒過 微微的有辣度 嗯 好吃 如果空肉再入味一點 再鹹一點會更好吃 酸菜不錯 好香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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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酣肉飯的分數我覺得是79分 再加油啦 試試看這個滷蛋 應該是有滷入味 這個鴨蛋就好試 還是另外一鍋滷的 這個就有入味 好吃而且很香 蛋黃大哥 這個就有90分 好吃 希望這個再加油 下次一定會更美味 好那雞腿排骨都是事先醃過的 我再猜 因為他開幕比較忙 應該是雞腿跟排骨會比較好吃一些 因為有醃過了 好 再加油 我還是再去買 因為他有送紅茶 哈哈 酸菜是好吃的 如果你買排骨或雞腿 我相信一定會很美味 好 鴨蛋你就加下去 鴨蛋很好吃 好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控肉便當 今天就還好 飯不錯 飯還蠻好吃的 ok 好 再來是剛剛那個菜市場口 那個阿姨賣的 蔥油餅 好 那我就什麼都點阿 全部都點上一份阿 然後這個是韭菜盒子 喔 爆出來了 哇 真的很好吃 嗯 喔 這小點心好吃喔 嗯 唉唷 好吃勒 嗯 嗯 嗯 喔 他這麵皮軟軟的軟軟的 不油 嗯 他炒的蠻好吃的喔 他退休了蠻可惜的 嗯 退休了 這就好吃 好粗喔 嗯 嗯 喔 有95分耶 很好吃耶 嗯 嗯 如果加辣椒醬更讚喔 好吃 嗯 韭菜盒子讚 今天就是美食大通關阿 再來是這個紅豆餅阿 然後等一下M嫂回來就給他吃吃看阿 要胖一起胖 不是 然後再來是紅豆餅阿 很好入口耶 喔好吃耶 嗯 喔讚喔 之前我不曾吃過這一家 哈哈哈 還蠻好吃的耶 嗯 嗯嗯嗯 紅豆餅不會過甜的 然後這裡有95分 嗯 好吃 好 再來是蘿蔔絲餅 嗯 喔這小小攤收掉太可惜了 蠻好吃的 它餅皮很柔軟阿 很好吃 嗯 蘿蔔絲餅 蘿蔔絲餅不知道加一個什麼 我沒有很喜歡 它是加了什麼阿 欸 菜脯 好 好我比較純粹喜歡蘿蔔絲餅的那種味道 就是 蘿蔔絲阿 不要菜脯 好但是是也好吃喔 那我覺得分數是90分 好不好意思喔 是我個人的問題 裡面應該是有菜脯了 嗯 嗯都算好吃的 好最後是這個蔥油餅阿 嗯 M嫂的最愛 嗯嗯嗯 都很好吃阿 不油 希望小攤加油阿 然後能夠找到後繼友人 這樣 美味失傳算蠻可惜的 嗯 好吃 如果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他還剩三天可以吃 今天加後面兩天 那蔥油餅我覺得95分 嗯 好吃 好那最後就喝喝看這個 涼色和的古早味紅茶 嗯 好喝喔 那是古早味 剛剛一杯原本是要賣20塊阿 那這個送的不錯 送的就不平分阿 不錯 古早味的味道 嗯 好喝 好再換M嫂阿 他這個 記憶中的美味 那這兩天故意都沒有出現 誰 妳 比較晚下班阿 嗯 嗯 那大家是不是很想念M嫂喔 沒有 寫加一 沒有啦 好吃 嗯 嗯 它這韭菜盒子好吃耶 對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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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吃 嗯 蠻實在的 對啊 好吃 那妳覺得有幾分 滿分 滿分的喔 嗯 嗯 聽說是有很多學生的回憶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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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妳都妳都吃過好了 那就 先這樣 那妳再吃吃看這個涼色汗便當 嗯 它麵煮 拿回來是這樣阿 有點像三公小姑娘 要再自己把它放到湯裡 這樣比較好 嗯 比較不會那麼爛 對啊 燙麵糞 嘿嘿嘿 很優雅的 M嫂好像就吃麵喔 現在不優雅了 我會愛 加油 趕快吃阿 大家想要了解妳怎麼吃麵的 一條一條吃 我沒有那樣子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好那大家已經了解那個小點心真的是很讚 我剛剛全套買了 所以就 已經變大點心了 然後全部吃下去 妳等一下跳舞要跳一小時 嗯 好吃嗎 好油喔 好油喔 嗯 妳們這樣吃吃還好 妳是不是覺得一層酒在那邊 喔 他 嗯 可能這是他 他開店第一天阿 可能還沒有很清楚狀況 最重要的椒鹽雞塊妳吃吃看 麵還可以吧 就湯油了點 嗯 椒鹽雞塊 掰掰 我還音效沒做完 你就吃了 怎麼樣 喔 這是雞胸肉嗎 不是 雞肉吧 對,它是雞肉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裡 不知道在哪裡 你不知道雞在哪裡 雞的部位 不知道在哪裡 不知道什麼部位 不知道在哪裡 對啦 你現在在哪裡 笑點好低喔 對沒有,笑點那麼低 好,總評分 100分 不可能100啦 不是偏油嗎 95分 好啦,那就再加油 麵再輕一點就好了 那是點麵 就是因為上次覺得很清淡 好啦 那就是 這個算是各有所好的部分 有人喜歡油,很喜歡蛋 像剛剛我覺得那空肉有點肥滋滋 太過肥了,也是我個人的口感 對 那剛剛那紅茶你喝了也覺得還不錯吧 嗯,古早味的紅茶 相信它進入狀況之後一定會變成一個讓人很滿意的店家 嗯 好,那今天今天 影片就結束了喔 今天就M嫂就有入境 讓各位朋友應該開心喔 好,那各位有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然後有個愉快的一天 防疫加油,台灣加油,台北加油 M嫂加油 加油 夾夾fighting 那要怎麼講呢韓文 加油 不對吧 不是叫夾夾fighting 就是fighting 好,掰 掰